大家好,我是电影迷小雅,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《行尸走肉》第三季的第七和第八集。 上回内容中说到,刀女独自离开总督庇护所,其料刚走,被总督派穆尔带人追杀,期间刀女成功逃亡,却不幸受伤。 另一边,格伦与马基外出寻找物资时遇到穆尔,最终二人被带回总督庇护所。 刀女则来到了监狱外,瑞克对她十分警惕,起初刀女身边的丧尸并未察觉她是活人,但很快形势就发生变化,丧尸开始攻击刀女。 本来这些丧尸对于刀女来说只是小意思,可惜现在腿部受伤,战斗力削减不少。 斩杀几只丧尸后,刀女便晕倒在地,危机罐头卡尔开了枪,瑞克也终于伸出援手。 检查刀女腿部只是枪伤,并没有被丧尸咬后,连忙将她扛回监狱。 不久,刀女清醒了过来,瑞克询问她的名字,可她什么也不说,对瑞克团队的人也是很警惕了,甚至要拿回自己的武士刀。 安全起见,瑞克只好将刀女单独关在一个牢区,就在这时,达里尔过来叫走瑞克。 得知卡罗尔平安归来,瑞克十分激动,看到贝斯怀中的婴儿,卡罗尔更是惊喜,可下一秒他就泪流满面,因为瑞克默认了洛丽已死的事情。 莫尔将格伦和马基分开关押,他想从格伦口中打探到瑞克团队所在的位置。 不管他怎么言行逼供,格伦始终不愿妥协。 瑞克质问刀女是怎么找到监狱的,还有为什么会提着一篮子奶粉? 刀女将自己遇到格伦与马基的事情说了出来,他告诉众人,两人肯定是被带到那个叫伍德伯里的小镇去了。 一个叫总督的人掌管着那里,他手下有一个自封的准军事化部队,虽然丧尸无法进入小镇,但活人还是可以溜进去的。 于是瑞克决定带人去营救格伦和马基,黑仔也主动申请加入行动,这让瑞克感到欣慰。 牢房中,赫歇尔帮刀女缝合了腿上的伤口,卡尔则站在一旁守护。 此时,刀女终于意识到瑞克的人对自己并无恶意。 行动前,瑞克将卡尔叫到一边,他说,你枪杀路里是对的,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你很勇敢。 我们此行如果不顺利,你一定要确保监狱这边大家的安全。 面对父亲的嘱托,卡尔坚定地点了点头。 卡尔一直在思考妹妹的大名,最终他想用自己三年级女老师的名字,朱迪斯。 安德利亚在总督带领下,来到一间房子里面,床铺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老者, 老者叫科尔曼,即将离开人世,总督希望安德利亚能够协助眼镜哥。 眼镜哥虽然一直都在研究丧尸,但他从未观测过活人变成丧尸的过程, 于是他想记录下失变经过,看看丧尸是不是还存在潜在记忆,以及人性意识。 安德利亚表示,人一旦死亡就会变成怪物,你说的那些根本都不存在了。 眼镜哥似乎并不相信,之所以有如此天真的想法, 是因为眼镜哥是个从小父母双亡的死宅男,又是个独身子, 自丧尸危机爆发以来,他从未经历过身边的人成为丧尸。 科尔曼死亡很快就要失变,眼镜哥不慌不忙十分淡定, 甚至给科尔曼松绑,想看看变成丧尸的他是不是真会对自己下手。 结果丧尸毫无疑问向他扑过去,危机关头,安德利亚拿出匕首,结果了科尔曼。 科尔这边还在遭受莫尔酷刑,眼下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, 最后莫尔放绝招,让一只恶极了的丧尸和科尔共处一室。 被绑在椅子上的科尔行动不便,只能尽全力躲避丧尸攻击, 好在最后他成功摆脱束缚,杀死丧尸。 得知莫尔在科尔这边一无所获,总督决定亲自去会一会马基。 在女人这方面,他显然比莫尔高出好几个段位, 一见面,总督就主动给马基松绑,然后温柔地说道, 我会把你送回去的,然后和你们的人解释这一切都是误会。 你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吧。 马基可不是傻白甜,显然不吃总督这一套, 气急败坏的总督也终于暴露丑恶嘴脸, 他威胁马基站起来脱光上衣,否则剁掉格伦一只手。 马基只好答应,总督想让他受尽屈辱,然后妥协。 马基忍辱负重,表示你想对我做什么随便,我就是什么也不说。 最后总督只是占了点小便宜,什么信息也没有套出来。 在刀女的带领下,瑞克一行人开车来到聚小镇一英里左右的地方, 防止被总督巡逻队发现。 刀女建议大家步行前往,途中遇到一些丧尸只能净身肉搏。 由于丧尸数量太多,不可恋战,众人只好躲进一处临终小木屋。 木屋主人此时正躺在床上,看到家里一下子闯入这么多人, 他十分警惕地掏出猎枪,并将枪口对准瑞克。 瑞克劝他冷静,我们并不是坏人,外面丧尸很多,只是暂时在这里避避风头而已。 一看木屋门前都是丧尸,男人却大脑抽风非要出去, 难道瑞克他们比丧尸还要可怕吗? 瑞克示意站在房门附近的刀女拦下他,结果刀女快准狠地杀死了这个男人。 之后瑞克和达利尔将尸体扔到门口,瞬间引来尸群疯狂分尸。 趁着这个机会,众人成功从后门出逃。 总督拉着脱光上衣的马基来到关押格伦的房间, 然后将枪口对准格伦,向同时给双方施压。 担心格伦性命不保,马基说出了监狱所在位置, 并透露瑞克团队现在有10名成员。 得到想要的信息后,总督将马基推到格伦面前随即离开。 惊魂未定的马基赶紧扑到格伦怀中, 看着心爱的女人惨遭凌辱,格伦悲愤交加。 总督认为如果马基所言属实, 那么仅凭10人就能消灭监狱里的丧尸, 说明瑞克团队实力不容小觑, 他们很可能要来救人。 说到这里,总督看向穆尔, 假如达利尔来救人,可就到了你真正表忠心的时刻了。 总督派遣手下带一队人马去监狱附近探探虚实, 与此同时,瑞克等人已经摸到小镇入口这边, 一场大营救即将拉开序幕。 树林中一个叫泰尔西的黑人男子正拿着一个锤子在树林中穿行, 不久他和一个叫萨莎的女子会合, 两人正带着一家三口逃亡。 不久,三口之家中的母亲不幸被丧尸咬伤手臂, 萨莎表示不能再带她逃亡了, 可泰尔西于心不忍,表示本还不能失去母亲。 就这样,五人逃到一处破坏的建筑物中, 这里正好就是监狱所在的疫区。 总督来到秘密小黑屋, 放出关在铁门后面的佩妮, 他播放女儿生前最爱的音乐, 说着她最爱听的故事, 可佩妮根本毫不理会, 反而仅仅盯着总督身后那一盘生肉。 佩妮的表现让总督十分绝望, 一气之下连肉都没给佩妮吃, 再次将她关了起来。 格伦这边,他问马基有没有被总督侵犯, 马基表示自己还是清白的, 他缓缓说道, 我们都知道丧尸的恐怖, 却忘记了活人的险恶。 格伦走向那个被自己杀死的丧尸, 奋力扯下他一只胳膊, 取出一截骨头交给马基, 让他用来防身。 在刀女的帮助下, 瑞克他们虽然成功潜入小镇内部, 但刀女也不清楚格伦和马基被关押的具体位置。 就在这时, 一个巡逻的人发现动静, 索性被瑞克及时制服。 瑞克本想从这个人口中问出点有用的信息, 结果对方一问三不知, 他们只好将这个人打晕。 总督这边正和穆尔商量如何攻打监狱, 穆尔希望总督不要伤害达里尔, 可总督却说你可以说服达里尔当内线, 到时候打瑞克团队一个措手不及。 之后, 总督又让穆尔赶紧去解决掉格伦和马基, 于是穆尔连忙带人去办事。 监狱中, 贝斯哄着怀里的朱迪斯, 白球则在一旁各种搭讪, 见状卡罗尔赶紧把白球叫出去, 让他不要对贝斯动歪脑筋。 白球表示, 自己只是太久没有接触到女人, 格伦和马基是一对, 你又是同性恋, 那我只能和贝斯聊天啊。 转头, 白球又想撩卡罗尔, 结果卡罗尔根本懒得搭理, 直接走开了。 穆尔带人来到门口, 谁知刚进去, 一个小弟瞬间就被马基秒杀, 可惜对方人多势众, 最终二人还是被抓住。 瑞克等人听到这边打斗的声音, 便寻声找了过去。 穆尔让人给二人戴上面罩, 准备把他们带到外面秘密处决。 此时瑞克等人已经来到附近, 和他们仅仅一墙之隔。 算准时机, 瑞克直接扔过去一个闪光烟雾弹, 在浓烟中救走格伦与马基, 随后紧急撤离。 安德利亚这边听见枪声想过去看看, 却被总督制止, 表示偶尔也会有丧尸翻过高墙, 就让他处理就好。 此时被打云的巡逻人醒来, 他告诉总督有陌生人闯入小镇, 他们袭击了自己。 不明群众纷纷赶来围观, 总督赶紧让他们回家关上门窗, 不要出来。 紧接着吩咐手下在小镇里进行地毯式搜索,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。 瑞克一行人躲进一个房间, 刀女却没选择进去。 格伦告诉达里尔, 我们是被穆尔抓来的, 他还想利用丧尸杀死我。 如今他已经成为总督的副手, 至于监狱的位置, 我们迫于无奈只好告诉了总督,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。 得知莫尔就在小镇上, 达里尔想去和他聊聊, 说不定能让哥哥改邪归正, 却被瑞克阻止。 如今他们身在敌营, 格伦还有伤在身, 如果同时被总督的人追击, 那么很难应付。 达里尔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。 瑞克等人一路逃亡, 不可避免和总督的人发生激烈枪战, 安德利亚也加入了战斗。 因为天色太黑, 场面一度混乱, 他并没有认出瑞克他们。 关键时刻, 瑞克老毛病又犯了, 他出现幻觉, 看见萧恩提枪朝自己走来, 紧接着他开枪杀死了黑仔。 枪声让瑞克恢复清醒, 瞬间杀死了那个开枪的人。 马基朝黑仔补了一枪, 防止他失变, 然后大喊着让瑞克赶紧上车。 监狱这边, 赫歇尔等人听到有动静, 赫歇尔本不想让凯尔以身犯险, 但凯尔紧急父亲对自己的嘱托, 毅然决然前去查看。 结果看到泰尔西一行人正在和丧尸厮杀, 看到那个被丧尸咬伤的母亲, 卡尔建议他们不要继续带着他, 却被泰尔西拒绝。 随后, 卡尔带着众人逃到C区附近的安全地带, 然而那位母亲还是不幸离世, 卡尔想帮他们解决, 泰尔西则表示自己能行。 卡尔将关上通往C区的铁门, 将泰尔西一行人阻隔在外, 这让萨莎十分不满。 卡尔告诉他, 你们那里很安全, 我会定期给你们提供水和食物的。 可萨莎还是执意要让卡尔开门, 见状泰尔西赫视萨莎离门远点, 在人家的地盘, 能有个容身之地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另一边, 刀女再次潜入总督办公室, 蹲坐在密室门口观察, 听到里面传来动静后, 刀女直接破门而入。 在这里, 她看到那些装着丧失人头的水缸, 以及被关在暗处的佩妮。 起初, 刀女还以为佩妮不过是个普通小女孩, 是被变态总督软禁在这里的。 当刀女拿走女孩面罩时, 她震惊了, 原来女孩是个丧尸。 就在刀女准备举刀杀死佩妮时, 总督出现大喊一声, 助手。 为了让刀女不伤害到佩妮, 总督甚至放下枪, 以示妥协。 此时, 刀女才知道, 女孩是总督的女儿。 虽然总督苦苦哀求, 但刀女还是一刀刺进佩妮的嘴巴, 女儿彻底离开, 让总督陷入癫狂,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, 撞碎了玻璃水缸。 混乱中, 刀女捡起玻璃碎片, 直接刺进总督的右眼。 她本想斩杀总督, 谁知道安德利亚来了, 还把枪口对准刀女。 如此重色亲友真的好吗? 她指责刀女都干了什么好事? 两人僵持不下, 最终刀女只好离开, 放了总督一马, 只是这一放,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。 安德利亚看到受伤的总督十分心疼, 可总督哪里顾得上自己的痛, 抱着女儿的尸体痛哭流涕。 医生表示, 总督的眼睛怕是保不住了, 安德利亚虽然知道总督心情不好, 但还是忍不住追问那些人头是怎么回事, 佩妮又是什么情况。 总督哪里有心情和她解释。 莫尔赶来复命, 表示瑞克等人已经逃脱, 总督愤怒的怒火彻底被点燃。 瑞克这边虽然成功逃出小镇, 却迟迟没等到负责殿后的达利尔, 反倒是刀女和他们会合了。 对于他中途擅自离场的行为, 瑞克十分恼火, 但意识到刀女对自己有用, 瑞克并没有把他赶走。 总督包扎好伤口, 开始向居民们讲话。 在总督口中, 瑞克一行人成了打家劫舍的恐怖分子, 是来掠夺小镇资源的, 要摧毁这里美好的一切。 同时, 总督还需要找一个人背锅, 随手一指, 莫尔莫名其妙就成为内鬼嫌疑人。 总督指控他把外人放了进来, 紧接着总督让手下带来一个戴面罩的男人, 不是别人, 正是达利尔, 总督当众揭穿二人的兄弟关系。 这下说莫尔不是内鬼, 估计都没人相信。 安德利尔看到达利尔是一脸震惊, 在总督的洗脑下,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群情激愤, 叫嚣着要杀死兄弟俩。 此时的安德利尔或许才后知后觉, 今晚突袭小镇的人恐怕就是瑞克团队吧。 达利尔兄弟二人能否躲过一劫, 瑞克团队在和总督的较量中, 又会发生哪些惊心动魄的事呢? 敬请期待后面的精彩内容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